感谢主 感谢主 很开心回来大家当中 看到大家实体的一起在这里敬拜神 很开心看到大家实体的这里敬拜神 你知不知道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这个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看到一个个的面孔和看到三个机器在前面 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见到一个一个的面孔和见到三个机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很感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双聚 所以非常感恩我们可以在一起来相聚 更加感恩就是听到大显姐妹的感恩见证 更加感恩就是听到弟兄姐妹的感恩见证 刚刚我们听到这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感恩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刚刚我们听到这么多弟兄姐妹的感恩分享 你看到什么 我看见天国 我看见天国 天国的确在我们当中 天国的确在我们当中 原来在天国里面没有意外 原来在天国里面没有意外 在天国里面咒诅都是祝福 在天国里面咒诅都是祝福 大家都很怕中COVID 但我又中了他们又中了 但我们中得来都有神的恩典 大家都很害怕中COVID 但是我也中了 大家也中了 但是中了都有神的恩典 原来在天国里面没有意外 值得害怕的 原来在天国里面没有什么是指的害怕的 甚至好像阿妍和Emily一样 甚至像阿贤和Emily一样 你知道两年前的阿妍和今天简直是两个人吗 两年前的阿贤和今天是两个人 我记得两年前他第一次收到公司的消息 说要停工收入大减的时候 他在我家拜年的时候 突然就哭了出来 记得两年前他收到公司要停工 他在我家里都哭出来了 很担心 怎么办 很担心 该怎么办呢 家庭的开支怎么办呢 家庭的开支该怎么办呢 公司怎么办呢 公司怎么办呢 他说这样停工的话 我公司会倒闭的了 在这样停工 我公司会倒闭的 但是两年过后 但是两年以后 第五波疫情又停工一百多天了 第五波疫情又停工一百多天了 一百多天了 他竟然不担心 他竟然不担心 他竟然很快乐 他竟然很快乐 还说太太要两年不工作 他更开心 你看看 整个人都变了 他整个人都改变了 因为天国在他的心中 天国不能震动 但姐妹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福音 所以我有感动 就是在接近的这几堂里面 我们分享天国这个主题 所以我感动在接下来的几个系列里面 我们分享天国 所以感动在接下来的几个系列里面 所以我要在《马赫福音》第九章里面的一个故事 来跟大家思想天国这个课题 今天我们要用《马可福音》第九章中的一个故事 来思想天国的课程 为什么选这件事件呢 为什么要选这个事件呢 因为这件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为这个事件发生的很具有代表性 这件事件也是很有代表性 这件事件也是很有代表性 我相信这件事件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 什么是天国 天国和我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让我们可以更明白我们天国与我们互动 首先我要将大家带回去当时的历史时空里面 首先我们要将大家带回当时的历史时空里面 当时在这件事件发生的时候 是耶稣出来传道的已经是中后期的时候 当时是耶稣出来传道的中后期的时候 在这件事件发生之前 其实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成绩 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平静风浪 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平静风浪 去到第八章的时候 甚至比特亦都凭信心 认出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位基督 到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在第九章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第九章 第九章前面记作耶稣带着几个门徒登山 然后在山上改变形象 第九章就记载耶稣带着几个门徒登山 然后显出了天国的荣耀在他们的眼前 然后显出天国的荣耀在他眼前 其实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服事已经让天国 越来越显明,越来越具体 其实这个服事已经让天国越来越选民 在耶稣改变形象之后 他就带着这几个门徒下山 耶稣带变形象之后 就代表带着门徒下山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故事 就是耶稣下山的时候所看到所发生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就是耶稣下山的时候所看到所发现的 我今天给的一个题目就是信心见天国 我们先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将天国放在我们的心中 求圣灵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更明白天国 让我们更明白天国 给我们恩典进入天国 得着天国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先来看今天第一个大点就是 天国不信者得不着 我们看第一个大点 天国不信者得不着 我们看马可福音九章十四到二二节 我们看马可福音的九章十四节至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 耶稣到了门途那里看见 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民事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都甚弃奇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众人中间有一人回答说 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 他被雅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沫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的门途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说 不信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何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何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罢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的秋风 倒在地上 回来覆去 口中流沫 耶稣问他父亲说 他得这病有多小日子呢 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鬼里切把韬 涌在火里 水里要灭他 你若能作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带着几个门徒下山的时候 耶稣带着几个门徒下山的时候 本来打算和其他门徒会合 本来打算和其他门徒会合 但在这个时候 他竟然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景象 在这个时候 他见到一个很特别的景象 就是很多人将耶稣的门徒围住 就是很多人将耶稣的门徒围住 更加特别的就是 耶稣的门徒正在和一群的门徒 在这里互相在讨论着什么 更特别的是 耶稣的门徒正在跟一群文士 在讨论着什么 这个画面 原来耶稣都觉得很稀奇 这个画面让耶稣都觉得很稀奇 所以当耶稣走过去想问 究竟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走过去想问 究竟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众人一见到耶稣 他也觉得很稀奇 一涌而来就向他问安 众人看见耶稣也觉得很稀奇 就一涌而来 围着耶稣向他问安 我想当时大家的眼光就是 看着耶稣 很想在耶稣身上 找到他们所讨论的事情的答案 所以耶稣就问他们 你们究竟在辩论着什么 所以耶稣就问他 你们到底在辩论着什么 其中一个人就说 夫子我带了我儿子到你这里 他被亚巴鬼附着 其中一个人就回答说 夫子我带了我儿子来你这里 他被亚巴鬼附着 这个鬼常常的捉弄他 让他又流口水咬咬咬咬咬 身体枯干 这个鬼常常的捉弄他 让他流口水咬咬咬咬咬咬咬 身体枯干 我请他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 但他们赶不到 我请你的门徒把他赶出去 但是他们却不能 原来他们所辩论的问题 就是这个孩子身上的 雅巴鬼附着 这个鬼很厉害 原来他们在辩论的时候的问题就是 这个孩子被雅巴鬼附着 这个鬼非常厉害 这个鬼常常让这个孩子 又流口水 又在地上滴来滴去 这个鬼常常让孩子流口水 咬牙切齿滚来滚去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位爸爸邀请过 耶稣的门徒赶鬼 但是不成功 最特别的问题是 这位爸爸有邀请过 耶稣的门徒赶鬼 但是他们却不行 耶稣一听就知道他们所辩论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了 耶稣一听就知道他们所辩论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十九字就记载耶稣的反应 十九节就记载耶稣的反应 耶稣的反应就是 不信的世代 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 耶稣的反应就是 不信的世代 我要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 这里显明了 其实他们所辩论的问题 是一个关乎信心的问题 为什么关乎信心呢 因为孩子的爸爸讲得很清楚 因为孩子的爸爸讲得很清楚 他的孩子最大的问题 就是被这个哑巴鬼附着 他孩子最大的问题 就是被这个哑巴鬼附着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讨论 辩论的问题的核心所在 这个就是他们所讨论 所辩论的核心所在 我们要明白当时的背景 当时的社会文化 我们就会清楚了 我们要明白当时的社会问题 当时的社会文化 他们就会明白 其实当时的民事法利塞人 他们偶然都会有 赶鬼的服事 当时的法利塞人文士 他们都会有偶然赶鬼的事 他们赶鬼的时候 他们需要问那个鬼 究竟叫什么名字 他们赶鬼的时候 他们需要问那个鬼 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们就站在 在神的仆人的身份 这个立场上 用权柄吩咐那个鬼出去 然后他们就站在神的仆人 用权柄吩咐他出去 问题就是这里 问题就是这里 当他们面对一个亚巴鬼的时候 他们就束手无策 当他们面对一个亚巴鬼的时候 他们就束手无策 因为亚巴鬼不会说话 他根本不会告诉你 他叫什么名字 因为亚巴鬼根本就不会说话 他不会告诉你 他是什么名字 而这个鬼障显的时候 又在那里滴来滴去 又吐吐末 就是点来点去 你根本没办法判断 究竟是什么东西 导致这个现象 这个鬼它会让人呆吐 滚来滚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什么鬼在上面 所以对于这些文士和法律塞人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办法吩咐鬼出去 所以这些文士法律塞人 见到这个情况 他根本就没办法吩咐这些鬼出去 当时的文士法律塞人 甚至以色列人 都相信只有尼塞亚 才有这样的能力 赶走亚巴鬼 当时的文士法律塞人 甚至以色列人 他们都只相信 只有弥赛亚才能把鬼赶出去 所以赶出亚巴鬼 就成为了尼塞亚 标志性的神迹之一 所以赶出亚巴鬼 就成为弥赛亚的标志性的神迹之一 从这一点他们就知道 我们就可以猜到 他们到底围在一起的时候 辩论的是什么问题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猜到 他们当时围在一起 辩论的是什么 其实他们就在辩论 那到底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 可以叫亚巴鬼出去呢 其实他们就在辩论的就是 到底耶稣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和权柄赶出亚巴鬼 如果耶稣有这个权柄 就是祂是弥赛亚 如果耶稣有这个权柄 就表示祂就是弥赛亚 如果耶稣没有办法 赶出亚巴鬼 就是祂不是弥赛亚 如果耶稣不能赶出这个亚巴鬼 就表示祂不是弥赛亚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 特别是当时他们看到 耶稣的门徒都赶不出这个亚巴鬼 所以当时他们看到 耶稣的门徒都不能赶出这个亚巴鬼 他的徒弟不行 他的徒弟不行 那师父行不行 所以他们之间就起了辩论 所以他们之间就起了辩论 到底耶稣是否可以赶出这个鬼 到底耶稣是不是可以赶出这个鬼 这个的确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 耶稣就是弥赛亚 这个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 耶稣就是弥赛亚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信心摇摆不定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信心摇摆不定 可能辩论到最后 连门徒都开始动摇了 可能辩论到最后 门徒都开始动摇了 门徒都在想 是我们赶不出这个亚巴鬼 那会不会耶稣只是一个大的先知 而不是救主来赛亚 门徒都想 是我们都不能赶出这个亚巴鬼 耶稣是不是只是一个大先祖 而不是弥赛亚 所以耶稣一看到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说 这个不信的世代 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 所以耶稣看到这个情况 他就说 这个不信的世代 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 其实在这个时候 这些人 亲眼见过耶稣用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其实当时的这些人 他们见过耶稣用五饼二鱼 去喂饱这些人 又有一次用几个饼 几条鱼 喂饱四千人 又一次用几个饼 几条鱼 喂饱四千人 门徒就更加多了 门徒就更加多了 甚至他们见过耶稣平静风浪 甚至他们见过耶稣平静风浪 也都见过耶稣在格拉森人的身上 赶出数以千计的邪灵乌鬼 也见过耶稣在格拉森人的身上 赶出数以千计的邪灵乌鬼 但到今天 在这个孩子身上 遇着这个亚伯鬼的时候 竟然他们在辩论 到底耶稣有没有权柄 可以赶出这个亚伯鬼 但到今天他们看到耶稣 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时候 他们竟然在这里 怀疑能不能赶出这个亚伯鬼 耶稣是不是真的是弥赛亚呢 耶稣是不是真的是弥赛亚 其实耶稣就是弥赛亚 其实耶稣就是弥赛亚 他已经来了 天国已经临近 他已经来了 天国已经临近 前面的神迹一次又一次 就是要为耶稣作见证 证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 前面的神迹就是一次一次地 证明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 但是人的信心他是迟钝的可怕 还在这件事情上斗圈 但人的信心真的是迟钝的可怕 竟在这个事情上斗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耶稣在盖探这个不信的世代之后 他叫人把孩子带到他面前来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耶稣在盖探这个世代之后 叫他们把孩子带到自己的面前来 当然耶稣这个举动就是要在众人的面前 预备把鬼赶出去 当然耶稣这个举动就是要在众人面前 预备把这个鬼赶出去 众人的信心摇摆不定 但是耶稣坚定知道 他有权柄可以把鬼赶出去 众人的信心摇摆不定 但是耶稣坚定地知道 他可以把这个鬼赶出去 耶稣要再一次让他们看见神的权能 耶稣要再一次让他们看见神的权能 让他们知道其实天国已经临到 要让他们知道天国已经临到 天国的权柄片行于大地之上 天国的权柄片地与大地之间 地上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胜过天国的能力 地上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胜过天国的能力 人的信心又软弱又迟钝又摇摆 人的信心又软弱又迟钝又摇摆 但是鬼就不一样了 但是鬼就不一样了 所以很戏剧性地 当这个鬼赶的小孩子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所以很戏剧性地 当这个鬼赶的小孩子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鬼一见到耶稣就马上彰显 又呕吐又抽搐又在地上点来点去 鬼一见到耶稣就马上就彰显 又吐又抽筋又在地上翻来覆去 看到灵界跟我们很不一样 看不看到灵界和我们真的很不一样 耶稣是救主他已经来了 耶稣是救主他已经来了 天国已经临到了 天国已经临到了 原来当天国临到的时候 灵界是会被震动的 原来当天国临到的时候 灵界是会被震动的 但问题就是天国虽然临到 但问题是天国虽然临到 我们做人我们的信心迟钝 我们一样可以跟天国擦身而过 我们作为人我们的信心迟钝 我们一样可以和那个信心擦身而过 就像刚才我们的电影姐妹一样 就好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 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刚才的电影姐妹 她们的经历都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如果她有天国的信心 她会看到她中了COVID-19 如果她有天国的信心 她中了COVID-19 她看见的时候 原来COVID-19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祝福 她看到原来COVID-19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祝福 当然另外一种反应就是 神啊你都不保护我 为什么我会中COVID-19 当然另外一种反应就是 神啊你都不保护我 我怎么会中COVID-19 你想想我都可以这样想的 你想一下我也可以这样想的 主耶稣我家家地都是一个牧师 为什么我中的 主耶稣我怎么讲 也是一个牧师 为什么我会中呢 我这么努力这样朝朝讲神道 我都中 我这么努力 我天天讲神道我都会中 是不是 那我还要带着COVID-19 对着那个ASUM 我们都继续这样讲神道 这么忠心 为什么你都让我中呢 我还要带着COVID-19来开诚道讲宋 为什么你还要让我中呢 这个不是天国的信心 这个不是天国的信心 但是当我们有天国的信心和眼光 但当我们有天国的信心和眼光 没错我是中了COVID-19 不错我是中了COVID-19 但我很感恩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症状 但我非常感恩我没有任何症状 我甚至觉得比普通的伤风感冒 更轻微 我甚至觉得比普通的感冒更轻微 我师母更厉害 我的师母更厉害 她今天诊到阳性 第二天再诊的时候已经阴性了 她今天诊的是阳性 第二天已经是阴性了 你知不知道我也有点忿忿不平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我要几天 一天你就搞定 你知道吗 我都有一种忿忿不平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天 师母一天就搞定了 到最后只能做出一个结论 到最后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她在中学的时候 我已经说她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我已经说她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所以你看不见这个眼光的不一样 带来的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看见这个眼光的不一样 是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这些文士在耶稣的面前 看见神迹 他们又观察又研究 这些文士在耶稣面前看到神迹 他又观察又研究 他们有辩论 但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就是 尼赛亚的信心 他们有辩论 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 要来的弥赛亚的信心 所以虽然他们看见神迹 但他们只能够在天国 成为一个门外的观察者 尼赛亚,今天你进入天国没有? 弟兄姐妹,今天你进入天国没有? 今天你对天国的信心又在哪里? 今天你对天国的信心又在哪里? 有些人信耶稣,认为耶稣是一个伟人 有些人信耶稣,认为耶稣是一个伟人 有些人信耶稣,觉得耶稣是一个圣人 有些人信耶稣,觉得耶稣是一个圣人 也有人当时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拉比先知 也有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拉比先知 这样的信不能让我们进入天国 这样的信不能让我们进入天国 唯有我们相信耶稣是那位要来的救主 使证人一切的罪 唯有我们相信耶稣是那位将来的救主 使尽人一切的罪 这样的信心认定祂是尼赛亚 才可以让我们进入天国 这样的信心认定祂才能进入天国 耶稣是尼赛亚 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这个孩子身上的鬼一见到耶稣就马上彰显 所以那孩子身上的鬼一见到耶稣就马上做出反应 因为耶稣的来到带着天国的权命与能力 因为耶稣的来到带着天国的权命与能力 天国就是尼赛亚的国度 天国就是尼赛亚的国度 这个国度是以信心作锁匙让我们进入的 所以信耶稣是尼赛亚就得着天国 所以信耶稣是弥赛亚就得着天国 当然我们很聪明 当然我们很聪明 我们就会问那进天国有什么好处 我们就会问那进天国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其实香港人应该最容易理解 这个问题香港人应该最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善于搞移民 因为我们善于移民 我们每次移民的时候都会问一下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 我们每一次移民我们就会问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 为什么你个个都要移民去加拿大 不去阿罗亚图先 为什么每个人都移民去加拿大 不去阿伯拉图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 那里有什么好 就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有什么好 那里屋又大一点 空气又好一点 人又少一点 那里房子又大一点 空气又好一点 人又少一点 那天国呢 那天国呢 天国有什么好先 天国的能力在哪里 天国的能力在哪里 我们就看我们第二个大点 天国信者凡事都能 我们就看我们的第二个大点 天国信者凡事都能 我们看第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我们看第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立时哭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 就斥责那污鬼说 你这龙雅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鬼哭叫 使孩子大大的秋鸟一阵风 就出来了 孩子好尽死了一般 依知众人多半说 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孩子的爸爸最后 向主耶稣发出了一个请求 孩子的爸爸最后 向主耶稣发出了一个请求 他说这个鬼屡次 把儿子放在水里面 火里面要灭他 如果你做到什么 就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他说这个鬼屡次 把孩子扔到火里 水里要灭他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能力 你做得到 你就怜悯帮助我们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能力 你做得到的 你就怜悯帮助我们 从这个语气 其实我们看见 爸爸没有把握 从这个语气 我们看见 爸爸没有把握 他都不是很清楚 耶稣究竟是否真的有能力 他都不是很清楚 耶稣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耶稣是否真的 可以对这个孩子 做到什么 耶稣真的能为这个孩子 做到什么 但已经别无其他的方法 但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 但耶稣在这个地方 再对他说 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 就对他说 你若能信 耶稣就是救主 你若能信 耶稣就是救主 你若能信 耶稣就是救主 耶稣就是带来拯救的那一位 你若能信 耶稣就是带来拯救的那一位 你若能信 天国已经临到了 你若能信 天國有能力勝過惡鬼 你若有這樣的信心 你就凡事都能 你若能信天國有多大 天國就有多大 我記得張牧師常常鼓勵提醒我 阿滴奴你要用信心 阿滴奴牧師你要用信心 你要作信心的器皿 不要為信心設一個限制 無論你的信心有多大 你的神都比你的信心更大 無論你想像的天國有多大 真實的天國都比你想像的天國更大 無論你想像的天國有多大 真實的天國都比你想像的天國更大 這就是我們對天國應有的信心和認識 這就是我們對天國應有的信心和認識 孩子父親一聽完耶穌這番說話 他馬上就說我信 孩子的父親一聽完這句話 他馬上就說我信 甚至有些古卷在這裡補充 就是他流著眼淚地跟耶穌說我信 甚至有古卷補充說 他流著眼淚說我信 不過下一句就是 但我信不足 不過下一句就說 但我信不足 父親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表示相信 父親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表示相信 很英偉的相信 很英偉的相信 但一秒時間都不夠就說我信不足 但一秒的時間不夠就說我信不足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仔細一想 他就在心裡問自己 我真的信嗎 因為他仔細一想 就在心裡問自己 我真的信嗎 我真的沒有疑惑嗎 我真的沒有疑惑嗎 天國真的已經臨到了嗎 天國真的已經臨到了嗎 耶穌真的那位創天造地的神臨到人間嗎 耶穌真的是那位創天造地的神臨到人間嗎 真的有道成肉身這件事嗎 真的有道成肉身這件事嗎 父親發現自己心裡的信 還有不足 還有疑惑 父親發現自己心裡的信 總有不信 總有疑惑 但感恩他做對了一件事 但他做對了一件事 就是他真實地面對自己信仰的狀況 就是他真實地面對自己信仰的狀況 當他發現有軟弱有不足的地方 他向神發出呼求 當他發現有軟弱有不足的地方 他向神發出呼求 他說主啊幫助我 他說主啊幫助我 那耶穌怎樣幫助這位爸爸的信呢 耶穌怎麼幫助這位爸爸的信呢 耶穌就是直接把孩子叫到他的面前來 將烏鬼趕出去 耶穌直接把孩子叫到他面前來 將烏鬼趕出去 耶穌說你這龍牙的鬼 我吩咐你從他裡頭出來 再不要盡去了 耶穌說你這龍牙的鬼 我吩咐你從他裡頭出來 再也不要進去 26節那裡就說 鬼就叫這個孩子喊叫大大的抽搐 然後就出來了 26節就說 那鬼就叫那孩子喊叫大大的抽搐 就出來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樣 那個孩子像死了一樣 但耶穌就拉著孩子的手 將他扶起來 耶穌就拉著孩子的手 將他扶起來 等一下會你看見嗎 弟兄姐妹你看見嗎 耶穌只用了一句的吩咐 鬼就出來了 耶穌只用了一句的吩咐 鬼就出來了 雖然出來之前 又大大的搞這些搞老友 但是他就是出來了 雖然出來之前 他在那裡又滾來滾去 又吐又 但是他都出來了 你看見天國的權兵 是何等的大有能力 你看見天國的權兵 是何等的大有能力 支持門徒 法律賽人 這些民事搞了大半天 什麼都沒有發生 之前門徒、法律賽人、文師 他們搞了大半天 什麼也沒有發生 你可以想像 這個鬼依然安居在這個孩子身上 你可以想像 這個鬼依然安居在這個孩子身上 完全不理他們 完全不理他們 但耶穌只用一句話 一個吩咐 鬼就出來了 但耶穌只有一句的話 一個吩咐 他就出去了 耶穌完美地示範給這個爸爸看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耶穌完美地示範給這個爸爸看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在天國裡面 信心帶來無限的可能 無限的能力 在天國裡面 信心可以帶來無限的可能 無限的能力 我記得在2010年的時候 我記得在2010年的時候 當時我還在舞堂 當時我還在舞堂 布拉卡當時也在舞堂 布拉卡當時也在舞堂 當時布拉卡跟我合作 我們每年都要設計 究竟我們去以色列走土 為了什麼來祷告 當時布拉卡都和我一起來設計 怎樣去以色列走土 當年我跟他有一個感動 就是我們很想去走亞伯拉罕的四個祭壇 當時我和他都有一個感動 好想去走亞伯拉罕的四個祭壇 因為布拉卡聽了周金海牧師 分享祭壇的信息 因為布拉卡聽到周金海牧師 分享祭壇的信息 如果我們可以重新探訪這四個祭壇所在的地方 在這些地方向神祷告 將我們自己獻上 恢復祭壇的功用 這樣就好了 他說我們如果能夠去到四個祭壇 當你祷告 恢復這四個祭壇就好了 因為祭壇是帶來神的同在 因為祭壇是帶來神的同在 所以我將這個建議 就告訴張牧師 所以我將這個建議告訴張牧師 牧師就聽說 哇 好有感覺 二條沸騰 我們就走了 牧師一聽完就很有感覺 熱血沸騰 我們就去了 是不是這麼容易 原來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原來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而這四個祭壇其中有兩個地方 在四個祭壇其中有兩個地方 一個叫士劍 一個叫士劍 當時還是巴勒斯坦的自治區 當時還在巴勒斯坦的自治區 如果要去士劍的話 只可以坐防彈車 如果要去士劍的話 只可以坐防彈車 我一輩子第一次坐一輛防彈的旅遊巴 帶著五十多個弟兄姊妹進入這個地方 我這一輩子第一次坐防彈車 帶著五十個弟兄姊妹去這個地方 但你看見嗎 但你看見嗎 天國真的很奇妙 天國真的很奇妙 我收回回來的消息 是要防彈車的時候 我就想 在哪裡去找防彈車 我聽到消息說要防彈車的時候 我就想 哪裡去有防彈車 但以色列真的在很神奇的地方 居然還要租到一輛防彈的旅遊巴 還有五十幾個弟兄姊妹不怕死 這樣報名參加 還有五十幾個弟兄姊妹不怕死 要去參加 第二個問題是甚麼 就是其中一個地方是伯特利 其中一個地方是伯特利 其中一個地方是伯特利 我找遍所有的資料 都沒有辦法確定 究竟伯特利的祭壇在哪裡 我找了很多資料 都不知道伯特利到底在哪裡 只是知道在哪一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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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我告訴你 我現在要去一個地方在旺角 就是等於我告訴你 我要去一個地方在旺角 就是這麼多了 就是這麼多 大哥旺角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那那個地方究竟在哪裡 哪條街可以差很遠 大哥旺角這麼大 到底是哪一個區 哪一個地方 我就跟牧師說 我就跟牧師說 我們這個團現在變得很古怪 我們這個團現在變得很古怪 因為其中一個景點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其中一個景點不知道在哪裡 那到時不知道在哪裡 帶著五十多人流浪街頭 當時帶著五十幾個人流浪街頭 牧師就很淡定 牧師就很淡定 你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神會帶領我們的 神會帶領我們的 到時就知道了 到時候就知道了 有這樣的旅行團嗎 有這樣的旅行團嗎 不要緊,我們憑信心 沒關係,我們憑信心 其實他不擔心 其實他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我叫領隊 因為我是領隊 弟兄姐妹只會問我 不會問他 弟兄姐妹只會問我 不會問他 我到上飛機那一刻 我都不知道究竟八達利在哪裡 我到上飛機的那一刻 我都不知道伯特利在哪裡 一刻在飛機上就跟牧師說 牧師,我們還不知道 八達利的祭壇究竟在哪裡 在飛機上我就擺過時間跟牧師說 牧師,我還不知道伯特利在哪裡 放輕鬆,神會大 放輕鬆,神會帶領 說完這句話,牧師就睡著了 講完這句話,牧師就睡著了 到了當地,我們真的出發了 到當地,我們真的出發了 那天我們拿著旅遊巴在那裡 兜來兜去 當天我們開著旅遊巴在那裡 兜來兜去 司機就不停地看著我 司機不停地望著我 Where to go 要去哪裡 那我唯一的答案就是,走吧 唯一的答案就是走 有路就走吧 有路就走 但我又要表現得好像很專業 我又要表現得很專業一樣 心裡就開始發毛了 心裡就開始發毛了 撞撞旁邊的牧師 在望望隔壁的牧師 牧師,現在怎樣 牧師現在怎麼辦 放輕鬆 放輕鬆 先走著 神會帶的 神會帶領的 那我去哪裡 他要去哪裡 到最後真的不行 到最後真的不行 牧師真的要告訴司機去哪裡 牧師真的要告訴司機要去哪裡 牧師就說,你等我祈禱 牧師就說,你等等我祈禱 這個時候才來站 這個時候先來祈禱 出發前你不站 出發的時候你不祈禱 飛機上你不站 飛機上你不祈禱 早餐的時候你不祈禱 現在真的要祈禱 現在都要祈禱 然後牧師說,我跟神說 牧師說,我跟神說 求神用一朵雲來指引我們的道路 求神讓一朵雲來指引我們的道路 牧師 我說牧師 今早由天亮開始到現在 萬里無雲 今天早上從天亮到現在 萬里無雲 我哪裡找到雲給你 我去哪裡找一朵雲給你 我真的是雲 我真的是暈了 彭信心 憑信心 我新的頭出旅遊巴王 我新的頭去旅遊巴王 看一看 看一看 真的有一個巴掌大的雲 就在我們前面 真的有一個巴掌大的雲在前面 整個天空只有一個雲 整個天空就只有一朵雲 牧師真的有一朵雲 我說牧師真的有一朵雲 你看看雲的影在哪裡 他說你看看那個雲的影子在哪裡 我們就去那個影那裡 我們就去那個雲的影子下面 我跟司機說我們去到那個影那裡 跟司機說我們去到那個影那裡 但是沒有路 但是沒有路 你想想我們的旅遊巴要慘離開高速公路 然後在山路的路上 蹲下蹲下蹲下 就追著影這樣去 我們的旅遊巴要衝鎖那個高速公路 在那裡蹲來蹲去 我嚇一跳 我嚇了一跳 我馬上問導遊 這個司機你從哪裡找來的 我馬上問導遊 這個司機是從哪裡找來的 你們這個團沒有司機肯做的 他說你們這個團沒有司機肯做的 有多少司機願意駕駛防彈旅遊巴 進入這些禁區 有幾個司機願意駕駛防彈的車去旅遊區 這位司機剛剛入行不夠兩個星期 這個司機剛剛入行不夠兩個星期 他是兩個星期前才在以色列的海軍陸戰隊退役 轉做司機的 他兩個星期前 才從以色列的海陸坑軍隊退役下來的 主啊 只有你可以做這樣的事 這樣的司機都被你找到 主啊 只有你才能做這樣的事 這樣的司機都能給你找到 我們就這樣去著那個地方 我們就去了這個地方 然後在那裡一停車 然後在那裡一停車 旁邊有一個牌很小的 寫著一堆希伯來文 旁邊有一個牌寫著很小的希伯來文 寫著雅各發夢的地方 寫著雅各發夢的地方 這個就是伯特利的祭壇 這個就是伯特利的祭壇 那個導遊可以看清楚 他說原來這個地點 這個考古地點是上星期才發現的 導遊去看清楚 他說原來這個地點是兩個星期前才發現的 他怪不得旅遊的資料裡 都沒有更新到這樣的地步 難怪旅遊局都還沒有更新這個資料 所有讀過聖經的人都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所有讀過聖經的人都知道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麗姐妹你看見嗎 這就是天國的能力 這就是天國的能力 這就是我們的神 是又真又活帶領祂百姓的神 這就是我們的神 又真又活帶領祂百姓的神 天國有信心者得著 天國有信心者得著 天國有難成的事 耶穌要將天國賞賜給我們 耶穌要將天國賞賜給我們 耶穌要讓我們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耶穌要讓我們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三個大點 天國連上者有權柄 我們一起來看第三個大點 天國連上者有權柄 我們一起讀28、29節 我們一起來讀28、29節 耶穌盡了防止 麥徒就暗暗的問他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說出他去呢 耶穌說 非用禱告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麥徒經歷了耶穌所帶來的天國的能力 門徒經歷了耶穌所帶來的天國的能力 但同時在他們的心中 就有一個大大的疑問 同時在他們的心中也有一個大大的疑問 為什麼門徒沒有辦法可以行使這樣的權柄出來呢 就是為什麼門徒沒有無法行使出這樣的天國權柄來呢 如果我是門徒我都會問 師父師父為什麼你可以我不行 如果我是門徒我都會問 師父師父為什麼你可以我不行呢 其實我告訴你2010年我們這樣去找祭壇的時候 我都會去問自己 其實告訴大家2020年我們去找這個祭壇的時候 我也這樣問自己 牧師牧師你的信心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說牧師牧師你的信心是從哪裡來的呢 你怎麼知道一定會有夠雲的呢 你怎麼知道它一定會有一朵的雲呢 你又為什麼敢敢相信 那個雲下面的影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呢 你為什麼就那麼確定 那個雲下面的影子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呢 你為什麼又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還可以相信祭壇可以帶領我們呢 這個就是信心 所以門徒有這個大大的問題提出 所以門徒有這個大大的問題提出 門徒在想明明沒多久之前 耶穌猜他們兩個兩個出去 門徒就在想 明明不久前 耶穌猜他們兩個兩個出去 他們出去的時候 他們又有能力 又骨醫病 又趕鬼 又傳天國的福音 他們又一併趕鬼 傳天國的福音 當時連鬼都復了他們 但是為什麼這次對著這個阿爸鬼 他是一籌莫展呢 當時他們看見連鬼都服了他們 為什麼現在卻無法趕出這隻鬼呢 耶穌就跟他們說 非用討告 這類鬼總不能出來 耶穌就對他們說 非用禱告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甚至有鼓卷加了兩個字就是禁食 甚至有鼓卷加了兩個字就是禁食 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耶穌說非用討告 或者禁食討告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耶穌說非用禱告 甚至是禁食禱告 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 好像是一個問題的答案 好像是一個問題的答案 但我們細心地想一想 當我們細心地想一想 當時耶穌帶著幾個門徒 剛剛才在山上下來 當時耶穌帶著幾個門徒 剛剛從山上下來 耶穌下來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場面 他沒有任何心理預備 也沒有禁食討告預備 耶穌下來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任何心理準備 或者是預備 然後他馬上要服侍這對父子 然後成功把孩子身上的鬼趕出去 然後他馬上要服侍這對父子 然後成功地要把鬼 從這個孩子身上趕出去 你明白這個問題嗎 你明白這個問題嗎 耶穌跟門徒說 這類的鬼要禁食討告才行 耶穌跟門徒說 這一類的鬼要禁食討告才可以 如果我是門徒 我就說不是吧 師傅 剛才你又沒有禁食 你又沒有討告 你只講一句話 鬼就出去了 如果我是門徒 我就會說不是吧 師傅 你剛剛也沒有禁食 你只是講一句話 這個鬼就出去了 大家有沒有這個疑問 大家有沒有這個疑問 其實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耶穌所指的禁食 究竟是甚麼呢 耶穌所指的禁食 到底是甚麼呢 到底甚麼是禁食討告呢 到底甚麼是禁食討告呢 這個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要問的問題 我們好像很明白討告 我們好像很明白討告 其實我們也不明白討告是甚麼 其實我們也不太明白討告 討告的真正意義 是在於對著神 和神聯想 禁食討告真正的意義 在於對著神 跟神聯想 而禁食討告就是 更加把飲食都放在一旁 來專心的尋求神 而禁食討告更加是 把飲食都放在一旁 專心來尋求神 所以甚麼是討告呢 所以甚麼是討告呢 舉一些例子 舉一些例子 哈西米亞利縣的時候 耶穌的討告 科西馬林園的時候 耶穌的討告 耶穌伏在地上討告 但最後祂就說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耶穌伏在地上討告說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耶穌的討告是要讓自己 有能力按照天父的旨意行事 耶穌的討告是要讓自己有能力 按照天父的旨意而行 而不是求天父按照人的心意來行事 而不是求天父按照人的心意來行事 這個就是討告 這個就是禱告 禱告是對準神 降伏於神 遭神要做的事 禱告是對準神 降伏於神 做神要做的事 甚至在歷道寺下 七章十四節 甚至在歷代之下七章十四節 天父親自教導以色列的百姓 禱告 天父親自教導以色列的百姓禱告 他說這個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如果是自卑討告尋求我的臉 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庭 赦免他們的罪 医治他們的地 他說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禱告 尋求我的臉 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庭 赦免他們的罪 医治他們的地 神說我們的禱告 如果是謙卑的 神說我們的禱告 如果是謙卑的 以尋求神的臉為目的 以尋求神的臉為目的 悔改改變自己的生命 更合乎神的心意 悔改惡行 改變自己的生命 更合乎神的心意 這樣一個禱告 神說我必從天上垂庭 這樣的禱告 神說我必從天上垂庭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原來禱告不是 將我們所想要的東西 所想要的清單 塞在上帝的手裡 然後說麻煩你照做 原來禱告不是 把我們心中所想 我們想要的東西 塞在神的臉 說謝謝你照著做 禱告是和神建立一個親近的關係 禱告是和神建立一個親近的關係 在這個關係當中彼此互通 彼此能夠心意相通 在這個關係當中彼此互動 彼此心意相通 禱告是確立我們和神之間的關係 禱告是確立我們和神之間的關係 關係確立身份就確立 關係確立身份就確立 關係確立我們就成為神的子民 關係確立我們就成為神的子民 成為神的兒子 成為神的兒子 成為神在地上的代言人 就是君征的祭司 我們就在天國當中 確立我們在天國的身份 我們就在天國中 確立我們在天國的身份 當然有身份就有身份 所帶來賦予給我們的權柄 當然有身份就有天國 所帶來賦予我們的權柄 好 我將耶穌這句話重新翻譯一下 我將耶穌這句話重新翻譯一下 大家就會更加明白 其實耶穌所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耶穌所講的是什麼呢 這一類的鬼 這一類的天國的服侍 這一類的天國的服侍 若不是和神連結 若沒有和神建立美好的關係 若沒有和神建立美好的關係 就無法釋出天國的權柄 就無法涉除天國的權柄 鬼是不會出去的 鬼是不會出去的 這個就是核心 這個就是核心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的服侍 其實是毫不費力的 所以我們看見耶穌的服侍 其實是毫不費力的 一句吩咐 一句的吩咐 這麼難搞的惡鬼都出去 那麼難搞的惡鬼就出去了 因為聖靈住在耶穌的裡面 因為聖靈住在耶穌的裡面 因為耶穌和父緊緊的相連 因為耶穌和父緊緊的相連 弟姐妹 今天如果我們要得著天國的服侍 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們要得著天國的服侍 得著天國的權柄能力 得著天國的權柄能力 我們就要好像枝子和葡萄樹一樣 與耶穌緊緊的相連 我們就要好像枝子和葡萄樹一樣 與耶穌緊緊的相連 當我們與耶穌緊緊的相連的時候 你就行走在天國之中 你就行走在天國當中 滿有天國的權柄能力 滿有天國的權柄能力 明白天國的心意 明白天國的心意 活出天國 活出天國 地上就沒有難成的事 地上就沒有難成的事 其實當我們這樣進入天國的時候 其實當我們這樣進入天國的時候 你會發覺是很輕盛的 你會發覺是很輕盛的 就像當年的張牧師一樣 就好像當年的張牧師一樣 我在這裡什麼重擔 他都不知道多輕盛 我在這裡背負重擔 他都不知道多輕盛 他只有一句口頭善 不行了 神是會帶的 他就一句口頭善 行啦 神會帶領的 什麼行政都不用理 他只坐在這裡很享受 他就說行了 神是會帶的 他什麼行政都不用你 就很享受地坐在那裡 說OK啦 神會帶領的 事情越大反而越輕盛 事情越大反而越輕盛 第一支妹這個就是天國 弟兄姐妹這就是天國 今天天國已經臨到你了嗎 今天天國已經臨到你了嗎 你行事是很輕盛的 還是你是很仇苦什麼重擔的 你行事是很輕盛的 還是很醜苦被中擔的 在阿賢的身上 在阿賢的身上 天國臨到他 天國臨到他 所以他越活就越輕盛 所以他越活越輕盛 害怕這個字在他身上 黏都黏不住了 害怕這個字在他身上 黏都黏不住了 這個就是天國 這就是天國 感恩神給我們 身裔也有這一份 感恩神也給我們欣慮這一份 我們很多事情 都很輕盛就處理了 我們很多事情 都很輕盛就處理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華傑的地方 已經不夠大家用了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華傑的地方 現在已經不夠用了 有一天吃完早餐 有一天吃完早餐 很輕盛地走過一個招牌 很輕盛地走過一個招牌 聖靈就告訴你 打這個電話吧 聖靈就告訴我說 打這個電話 不知道打來做甚麼 不知道打來做甚麼 打完之後 地產經紀就帶我們去看一些地方 打完之後 地產經紀就帶我們看一個地方 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坐著的這個難道 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難道 我們一進來就說是這裡了 我們一進來就說是這裡了 走了 走了 租下塔吧 租下塔 那就租了這裡了 就租下塔 那個經紀也覺得很驚訝 那個經紀也覺得很驚訝 看一眼就可以了 看一眼就可以了嗎 對 是的 那就租了 就這樣租下來 然後啟用的時間就是剛剛好 然後用的時候就剛剛好 因為剛剛好接上大舞台 不可以租給我們 我們就有新地方了 因為剛剛好 大舞台不能租給我們 我們就有新的地方了 我們之前猜不到大舞台 原來那個時段租不到給我們 我們之前都沒有想到大舞台 它原來後面不能租給我們 但是跟著神就是這麼輕盛 但是跟著神就是這麼輕盛 好了,最近又來了 最近又來了 我們華傑那邊的租約 九月尾就到期了 我們華街的租約九月尾就到期 而且那個地方 其實小朋友也不是真的很好用的 其實那個地方 小朋友都不是真的很好用 星期日會下閘 小朋友上水落落都不方便 老人家上來又不方便 星期天會關閘 然後小朋友和老人家上來 下去都不方便 九月份租約就到了 九月份租約就到期 我們又在想一下 是不是應該要找一個新的地方 我們就在想 是不是要找一個新的地方 有一天神又感動我們 我們輕輕鬆鬆地 又走去看了一個地方 有一天神就感動我們 我們輕輕鬆鬆地 又找到一個地方 輕輕鬆鬆地 我就跟那個業主 就不知道為什麼好好聊 輕輕鬆鬆地 不知道什麼 我就跟那個業主很好的 聊得很開心 聊得很開心 跟他那天早上一聊 就聊了一個小時 那天早上一聊 就聊了一個小時 就是我們看過的地方 就聊了一個小時 就在我們看的地方 就聊了一個小時 其實我們不是聊過物業的事 其實我們不是聊 關於物業的事 說一下我們說了信仰 講著講著我們就講著信仰 因為原來他是一個基督徒 因為原來他就是一個基督徒 他從溫哥華回來 他是溫哥華回來 我也是溫哥華住過 我也在溫哥華住過 聊著聊著就聊了一個小時 聊著聊著就聊了一個小時 之後我們就把它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一邊 後來我們想再找地方 後來我們再找地方 我們就在想 我們就在想 會不會考慮買呢 會不會考慮買下來呢 後來我又打電話給這個業主 後來我就再打電話給這個業主 其實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是一個星期前的事 其實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是一個星期之前的事 就跟他聊一下 就跟他聊一下 上次跟你聊完已經過了三個多月了 上次聊完已經過了三個月了 那物業還在嗎 那物業還在不在呢 我們有可能不買或租呢 我們有沒有可能買或租呢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你不如買吧 你不如買吧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 對方鼓勵我買 對方鼓勵我買 然後我就跟神說 我想有兩個印證 然後我就跟神說 我想要兩個印證 我不向弟兄姐妹宣布 我不向弟兄姐妹宣布 第一個印證就是 我們舞堂的牧師師母 一聽完要很興奮地表示支持 第一個印證就是 我們舞堂的牧師師母 他們聽完要很興奮地表示支持 剛剛上個星期一 我們跟牧師師母通電話 其實是講其他事情 突然間提到這方面 剛剛上一個星期一 我們跟牧師師母講 其實是講其他事 然後突然提到這件事 然後他們很興奮地告訴大家 你不用等其他印證 去吧 然後他們很興奮地說 你不用等其他印證 去吧 印證第一出現 印證第二出現 印證第二出現 我說神你給我一百萬 我跟神說你給我一百萬 我不跟任何人說 但是如果我收到一百萬的話 就是第二個印證 我不跟任何人講 如果我收到一百萬 就是第二個印證 連我的同工族長 都不知道有這個第二個印證 連我的同工和組長 都不知道有這個印證 然後我跟業主談 然後我跟業主聊 業主跟我說 業主跟我說 阿滴努牧師 如果是你們教會買 阿滴努牧師 如果是你們教會買 便宜一百萬 便宜一百萬 一開口便宜一百萬 一開口便宜一百萬 剛剛昨天 剛剛就在昨天 我想講台講到之前的十分鐘 牧師上台講到前十分鐘 講到之前的十分鐘 講到之前的十分鐘 對方電話來了 對方電話來了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會找律師 然後會把文件送過來給你們 我們現在會找律師 然後把文件送過來給你們 按照我們之前的協定 便宜一百萬給你們 按照我們之前的協定 便宜一百萬給我們 還有就是當我們一計算的赤價的時候 當我們這樣計算持價的時候 赤價是八千多元 持價是八千多元 比買一個住宅物業更加化算 比買一個住宅物業更加划算 就在南島的對面 就在南島的對面 小朋友只需要過一個馬路 就可以回到兒童教會 小朋友只需要過一個馬路 就可以回到兒童教會 第一次會神將產業賞賜給我們 弟兄姐妹,神將產業賞賜給我們 這個地方神為我們留了三個月 就是留給我們 這個地方神為我們留了三個月 就是留給我們 而且什麼都不用說 一口價就減一百萬 而且什麼都不用講 一口價就減了一百萬 我們的神是不是很厲害 秉姐妹,你看見嗎 這個就是天國 弟兄姐妹,你看見嗎 這就是天國 當你進入天國裡面的時候 你得著權變 得著神的同載 得著那份慶賞 當你進入天國的時候 你就得到神的權柄 得到那份同載 得到那份… 神的幫助 神的幫助 那個關鍵就是我們要跟神聯想 這個關鍵就是我們要和神聯想 你姐妹,好嗎?我們一起起立 弟兄姐妹,我們一起起立 我們一起在敬拜裡面 與我們的天父相連 我們一起在敬拜裡面 與我們的天父相連 提著我們宣告 我們要在你天國裡面與你連結 在神的國度裡有權憑和能力 不憑學期、不憑勢力 淡淡依靠主神明 在神的國度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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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神的子民 不分語言在你面前 將榮耀歸於你 在神的國度裡 願你過度 將命在這裡 同行高舉 就耶穌的神明 願你勝利 將現在這裡 在神的國度裡 是心神經 一致能力 我們屬於在你的空在裡 我們是你 堅選子民 帶著天國屬裏 到這神的 誰告犀怒的能力 我們是你 天國之名 願你帶來復興 再次促進 看見你 過度將領 願你過度 將命在這裡 同行高舉 主耶穌的神明 願你勝利 將現在這裡 是心神經 一致能力 我能屬於在你的空在裡 天國是真的 天國是真的 有天國 有天國 再大的問題都有出路 再大的問題都有出路 有天國 有天國 沒有難成的事 沒有難成的事 有天國 有天國 你會活得興省有平安 你會活得清醒又平安 唯一的問題 唯一的問題 你要跟耶穌聯想 你要和耶穌聯想 天國就在你的當中 天國就在我們當中 所以我要問在我們當中的朋友 所以我要問我們當中的朋友 有否人你還未曾將耶穌接在心裡 有否人你還未曾將耶穌接在我們的心裡 未曾和耶穌聯想 未曾和耶穌聯想 今天我要向你發出一個邀請 今天我要向你發出一個邀請 來接受耶穌 來接受耶穌 連於耶穌 連於耶穌 天國要臨到你 天國就要臨到你 你的身分要改變 你的身分要改變 你的困難會成為過去 你的困難會成為過去 天國的平安要臨到你 天國的平安要臨到你 有這樣的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如果這一刻你願意相信耶穌 如果這一刻你願意相信耶穌 我要請你舉起你的手 讓我看見 不要請你舉起你的手 讓我看見 我要為你祈禱 我要為你祷告 讓天國臨到你 讓天國臨到你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在家裡看著我們的朋友 在家裡看到我們的朋友 我邀請你跟著我一起祷告 邀請你跟著我們一起祷告 讓我們即著祷告 連上耶穌 讓我們藉著祷告連上耶穌 請你跟著我 請你跟著我 親愛主耶穌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你對我說話 謝謝你對我說話 我向你承認 我向你承認 我是一個罪人 我是一個罪人 但是主耶穌 但是主耶穌 我今天 我今天 願意相信你 願意相信你 接受你 接受你 成為我的救主 成為我的救主 成為我生命的主宰 成為我生命的主宰 求主幫助我 求主幫助我 更深的與你連結 更深的與你連接 將天國賞賜給我 將天國賞賜給我 讓我經歷你的能力平安 讓我經歷你的能力平安 感謝主 謝謝主 聽我祷告 聽我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一起祷告 弟兄姐妹,我們一起來祷告 世界是動盪的 世界是動盪的 我們在兩年裡 經歷世界會震動的 我們在兩年裡 經歷世界會動盪的 但感謝主 透過今天阿迪努牧師 對我們的信息 透過阿迪努牧師 今天所給我們的信息 承讓我們知道 誰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追求天國 我們可以追求天國 當天國在我們的心裡的時候 我們就穩妥了 當天國在我們心裡的時候 我們就穩妥了 當天國… 我們活在天國裡面 我們就穩妥了 當我們活在天國裡面 我們就穩妥了 不但穩妥 不但穩妥 更加興省和高升 更加清晨和高升 因為神會親自的供應和看顧 因為神會親自的供應和看顧 在這段日子裡 在這段日子裡 我們是不是在神裡 我們是不是在神裡 我們是不是仍然在震動裡 我們是不是仍然在震動裡 面對旁邊的環境的改變 面對旁邊環境的改變 面對世界很多的震動 面對世界很多的震動 我們的心是不是穩妥呢 我們的心是不是穩妥呢 我們會不會為我們的信心 適合很多的限制和寬寬 我們會不會為我們的信心 設下很多的限制 但神再一次跟我們說 但是神再一次地對我們說 你若能信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你若能信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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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刻 我們一起去祷告 我們現在一起來祷告 我們求聖靈去充滿我們 我們求聖靈來充滿我們 我們可以舉起我們的雙手 我們舉起我們的雙手 跟神說 好像這個爸爸跟神說的一樣 好像這個爸爸跟神講的一樣 我信 我信 但我信不足 但是我信不足 求主你幫助我 求主你幫助我 在神的裡面 在神的裡面 我們經常信不足 我們承認我們信不足 求主幫助我 求主幫助我 我們很相信 我們很相信 當我們呼求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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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必垂聽 神必垂聽 神必幫助 神必幫助 擴展我們的信心 擴張我們的信心 用我們超越我們的限制 超越我們的限制 突破我們的限制 突破我們的限制 看見神的作為 看見神的作為 讓天國更穩妥地在我們的裡面 讓天國更穩妥地在我們 我們一起去祷告 我們一起來開聲去呼求神 圣灵我们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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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我们信 但我们信不足 求祝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将信心 将能力 再一次灰灌在我们的里面 你医治我们当中身体有疾病 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 你医治的大能一刻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一直到来 这一刻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用我们深深去经历 让我们亲身的经历 你是医治我们的神 你是医治我们的神 你是康复我们的神 你是看顾我们的神 你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稳妥 你让我们的心里稳妥 你让我们的心里稳妥 不但稳妥 不单止稳妥 更加去高升 更加要高升 神啊,你帮助我们 神啊,你帮助我们 突破我们心里一切的限制和框框 突破我们心里的限制和框框 你让我们确实地相信 你让我们确实地相信 在信的人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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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我们这一刻遇到什么困难 无论这一刻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在什么状况下 在什么状况下 神啊,你的能力都要进入 神啊,你的能力都要进入 让我们突破我们一切的限制 让我们突破我们一切的限制 在这些困难以上 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安稳 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安稳 不但安稳 更加去领受你的医治 和你的带领 更加去领受你的医治 你的带领 让我们在你里面凡事都能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凡事都能 耶稣,我多谢赞美你 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 耶稣,让我们一起举手 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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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大有能力地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 天国大有能力地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 使你坚勻不动摇 使你坚勻不动摇 平安喜乐充满你 平安喜乐充满你 天国的供应匆匆足足地临到你 天国的供应匆匆足足地临到你 使你心满意足 使你心满意足 更使你高升 更使你高升 成为你身边的人的祝福 将天国也都带给其他的人 将天国也都带给其他的人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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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们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神 将最大的掌声归给神 我们今天的傻派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今天的成为到这里 祝福大家 好开心 大家看着的是 新瑞611灵略堂 You are now watching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如果你感动 用奉献支持我们教会 If you want to support our church through offering 欢迎你将奉献 直接传入中国银行户口 Please send your offering directly to our Bank of China account 支票抬头是 新瑞611灵略堂有限公司 The beneficial name for the check is NewCrop 611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Limited 请你将收据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Please send your receip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we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终生欢迎你 来信与这国家 终生欢迎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